清亮而幽远的声音 那是穿越五千年幽幽的岁月 画动朝飞南浦云 株莲木卷 西山雨 这是腾王阁训中的一句诗 也是卷株莲歌名的由来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古增优美的弦音 琵琶的极致风情 加之大提琴 钢琴 那永远绵长 却有晶莹剔透的音色 与哀婉妻妻的曲调 带着这一股浓厚的中国旗 一起钻进人们的心坎里 透着阵阵柔情的卷珠莲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 大提琴演奏家圣东 钢琴演奏家许东 琵琶演奏家叶兰 鼓中演奏家焦皮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